來戶外大自然環境 你也得聽到機器一聲 溫度正常才能繼續透透氣 微解封第一個週休假日 新北少有開放的步道 三峽滿月園國家森林遊樂區 人很多 滿月園國家森林遊樂中心這邊 在稍早的10點20分 已經滿了600名的管制人流人數 大家在這裡買票進去之後 如果說其他後續來到的民眾 要在那裡先排隊 等到有人出來才能夠再補進去 只要滿600人 就得在售票處等人出來 現場防疫距離地鐵也準備好 滿月園這兒從售票處往上走 兩小時內會有滿月園瀑布和處女瀑布 好多民眾起個大早來森林呼吸 今天來這邊有沒有比想像中 人還要多一點 還要多 還要多 怎麼說 因為假日 尤其到了下午 還能一點車程30分鐘的三峽老街 三峽老街不只人潮不如預期 連開的店家都不到過去的十分之一 很多業者都說 因為還是不太看好 微解封 一方面是也擔心染疫風險 二來是營業成本實在是很高 只剩三峽必買幾家機牛角店開著 即便微解封還是差很多就對了 還是有差 我記得往後是滿多間的 就是都退租就對了 對 不光業者有感 遊客對微解封後的人潮數也很訝異 幾乎都沒開啊 大概只開了十分之一吧 TVBS出動空拍小組 確實整條空蕩蕩 對好多業者來說 微解封幫助不大也不看好 疫情三級警戒的前一個月 老街這已經有一成店家退租 同在新北英哥的老街 假日也只有三到五成店家營業撐著 在這微解封時期 大家都還期盼真正解封那一刻到來 TVBS新聞陽青波麗為華林瑞琴北市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